体育江湖我先说,今天我先说 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9月13日 在过去的一整天体育江湖,有哪些大事发生呢? 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今天凌晨,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双决赛在阿瑟阿石球场结束 中国金花张帅搭档斯托瑟 经过根据奖金的分退情况,单打 今天凌晨,世界第一德约克维奇创造历史的脚步 在距离胜利紧一步之遥之时戛然而止 塞尔维亚天王在美网南丹决赛以4比6,4比6 4比6的底分完败在2号总的梅德维杰布派下 今年,克里斯维博,库克奇,大本,保罗皮尔斯和克里斯波什五大NBA名宿 正式入选2021届奈史密斯名人堂 活塞传奇中锋本华莱士演讲中,镜头扫到观众席 2004年那只冠军活塞的首发球员,全部来到了现场 波什最后的演讲点燃了现场 台下的詹姆斯,维德已然笑得合不拢嘴 曾经的热火三兄弟一起并肩作战 连续四年代队杀进总决赛 并且夺得两座总冠军 典礼过后詹姆斯转发热火夺冠功臣合影 并配文,我永远的兄弟们 让人瞬间泪目 据路没透露 在最新一轮的CBA体测当中 丁业宇航没有通过 什么?没有通过? 拿不到上岗证是无法出战CBA赛事的 从去年夏天开始 丁业宇航重返CBA的话题就一直被外界所关注 毕竟巅峰时期的小丁是国内两届MVP 是尝试冲击NBA的人物 可惜因为伤病 这三年时间他都没打球 去年夏天好不容易和山东队 谈妥两年的顶薪续约合同回归 至今却一场比赛都没打 小丁啊 是拿年薪600万的顶薪 还是3万元的月薪 就看接下来的两次补测了 DateUp看热搜 先说你的观点 大家好 我是江湖up主 今日热搜 马龙退出全运会单打 全运会南单未免冠军马龙 将退出本届比赛的单打争夺 专注男团和男双两项 对于观众来说 龙队退出单打是有一点点余憾 但他始终都是那个棒棒的六变形战士 网友纷纷表示理解 并评论到 队长的责任心真的是很重 集体永远高于个人 只能和其一必然是团体 敬佩 拜托 请一定让他身体健康 快乐乒乓 身体是第一位的 全运会结束之后 10月有拼超 11月有试拼赛 赛程太密集了 也感谢京队体谅马龙 不过龙队能退单打宝南双男团 格局也是绝了 精彩比赛不错过 每日我先看 今天下午和晚间 将会上演全运会跳水男子十米台预赛 半决赛 里约奥运会横空出世的陈爱森 梦之队十米台男渡王杨健 东京奥运冠军草原 跳水队颜值担当小将聂俊杰西数出战 团体赛中 又见4.1难度 高分不停被刷爆 此次西安知情圈粉无数的跳水梦之队 单向赛能否再现女子十米台神仙打架的场面 体育江湖新鲜事 天天我先说 今天就到这里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